在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发生高血压 那么中青年发生高血压之后应该如何正确的面对呢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 一提到高血压 好多人会想到这是个老年性疾病 老年人才得了疾病 实质上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都在发生高血压 好多人发生高血压之后就会纳闷 说我怎么这么年轻的高血压啊 我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啊 生活中有哪些细节应该注意啊 为此张大夫就录着一期视频 掰开了揉碎了 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说清楚 首先说中青年高血压它的定义是什么 实质上在医学上讲啊 18岁以上是65岁以下 这个范围的人群如果发现高血压 就可以定义为中青年高血压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是在医疗机构量的血压需要14090以上 如果是在家里自测的血压 1385以上就可以考虑血压升高了 高血压了 实质上呢 你中青年高血压也是分两大块 一大块原发性高血压 一大块激发高血压 一般来说呢 激发高血压的特点就是血压高的明显 吃肩癌药效果不好 这个时候呢 中青年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注意查一查有没有激发因素 这是一小部分人 最大块的一部分人呢 还是原发性高血压 形成的主要原因呢 就涉及到我们生活方式变化 比如说肥胖 缺乏运动 这个平时呢 熬夜 精神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 导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年人青年人出现高血压 其实中青年高血压的特点 好多中青年高血压的朋友自己也能感受到 低压高明显 低压高 比如说90以上 但是高压高的不多 脉压差小 好多人呢 甚至没有什么症状 实际上这就是中青年高血压特点 以表现为 以低压升高为主 实际上 它背后反映出的特点呢 就是说中青年人 它的大动脉弹性还是好的 但是外周 小血管的这个阻力增高 导致了表现为低压高 升高为主 这个时候呢 形成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交感神经系统激活 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 两个激活 你看大家看 交感神经系统激活 可以表现为血压高 心率快 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的人呢 往往有肥胖啊 代谢问题啊 比如说血糖血脂的异常啊 所以说呢 它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一般来说 讲到这儿 好多朋友会问 怎么治 中青年高血压怎么治 按说五大类降压药 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针对中青年高血压的特点 就是说交感神经系统激活 这种人呢 可以考虑 比如说心率快 这个血压高 可以考虑优先使用 β受体组织剂 就是β勒克 康歇药 薄酥啊 这一类的药 而对于那些 比如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为主的人呢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像沙坦类的降压药 普利类的降压药 当然 低频类降压药 利尿体等等 这些其他降压药也是有其适用范围的 要看那个人的具体情况 说完降压药呢 就要说我们要把中青年高血压的这个血压 控制到多低 实际上说第一步就应该控制到1490以下 如果说呢 患者能耐受可以进一步降低到1380以下 尤其是针对那些中青年高血压患者 同时有糖尿病啊 有肾脏损伤呢 更应该把血压降的低一点 关键是他要看他能不能耐受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 好多朋友大概听明白了 中青年高血压现在越来越多 低压高表现的比较明显 在用药上呢 有其自身的特点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能够帮到这些中青年高血压的朋友们 尤其是自己刚刚发现血压高 这些朋友一定要重视 早治疗早干预 这个时候不让高血压 形成对于大脑心脏肾脏的重要脏剂的损伤 这就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好呢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疯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晋大夫